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这一辆2018年的CBR1000RR 那我们会从什么角度开始介绍呢 我们会从我们骑乘的感受 骑乘的观点 好好的介绍这一台车 它跟2016年版本的CBR1000RR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必须要先说的就是 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骑这种并列四缸的车子了 我现在目前的车款呢 是Abrillia的RSV4 是V型四气缸 并列四缸的车子都很宽很肥嘛 但是这台CBR1000RR就是让我改观了 那再来呢 我必须要说的事情就是 整体在骑乘上面 它感觉很轻盈 然后基本上那个油门的感受 是随传随到的 这次很高兴可以得到 轮胎纯吸吞垫的捷柱 让我们可以体验一下 代号SC77 目前最新款的Honda CBR1000RR 不过无奈我们借来的这台 正欧龟的77 里程数已经不低 所以呢龟毛的校长就表示 我们就在附近试一试就好了 毕竟 比较深度的测试 可能需要找到里程数低一点的 才会比较公平一点 我们这次来到了传说中的华山路 好可怕 到底是有多华 嗨大家好我是布鲁老师 他是校长 我们今天有来这个华山路这边 测试这台SC77 这今天第一次来 真的吗 对第一次来 我也是第一次穿平衣来 之前是休闲经过 对啊 蛮好玩的啦 而且路况不错 太要热 不然喔 不小心就 倒山下去 哪有那么可怕啊 撿不到喔 太快下来 他有一些弯也是会骗的 华山路其实上下坡度不小 而且是属于比较细致的博游路面 一不小心还是有机会 从不对的地方下山 不要靠我们在那边乱起乱似 就跟着有样学样 我们的影片是为了节目效果 到后置加出800倍 实际车速其实都没有超过3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教室会来这里了 对啊 可以玩啊 就是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 离市区蛮近的 对啊 你如果只有一天只有一个小时 可以来骑车的话 那就只有这里能选 你不可能去天冷 去天冷至少要三个小时 要转弯的时候是打方向灯还是按喇叭 通常是按喇叭 可能Honda觉得转弯的时候打 按喇叭比较安全 我在台中耶 方向灯和喇叭的问题 其实很困扰我们老人家 看来啊本田很明显的认为 要转弯之前应该先按喇叭 遇到紧急情况要按喇叭之前 要先打方向灯 它没有比较窄啊 没有啊 我觉得跟我现在的差不多啦 可是我看觉得它好像整个变窄了 就是它应该是把整流罩 就是只有牛的那个部分 又往前缩 然后切开来一块 把本来很胖的地方露出来 那我那一代是整流罩 有把那边全部都再包起来 所以看起来就胖 哦~~ 那完全不爱做功课 喜欢直接来的校长 来回骑了几趟之后表示 嗯? 这不就是 它那一台SC-59吗? 经过我们众人一番研究讨论之后 得出几个比较确定的心得 最明显的是 油箱变窄变高也变短 变窄是为了让腿更好夾 变短则是有更大的移动空间 并且成功营造出 车子变小台的错觉 至于变高则是在策掛的时候 提供外侧手肘更多的支撑 数据上 容量的确减少了1.5公升 乍看之下 或是骑起来 感覺好像 有比较轻 我骑V4很久了啊 我就觉得 这个车好像也蛮凌迫的 没有很凌迫吗? 没有啊 是没改框的关系吧? 有可能 就觉得骑起来跟我的 差异不会太大啦 那他出这个干嘛 爽啊 骗骗钱 所以 脚踏变低了 骑乘几何更舒适了一点点 但回来之后查资料 发现原来是座高变高了一点点 1.3公分 更有可能只是 以电变厚了 低转扭力变差和高转稍微变有力 这也呼应到引擎最主要的两项变更 增加压缩比和拉高气门阳城 整体动态表现上 其实校长觉得 和旧款的59其实非常接近 回来查数据之后发现 七七透过钛合金油箱 梅铝合金的引擎外盖 用更多的钛合金排气管 缩小的油箱等等 努力的减掉了约末4公斤的装备重量 但校长的59改了一对马切尼的断框 难怪他会有一种很接近的回馈 当然这也表示 七七仍然维持了本田一贯的调性 很乖很听话也很好上手 稳定又直觉 不需要相处就可以直接上 最后是电控的部分 即使我们切到原厂建议的赛道尬掐用MOD 1 仍然是很本田 非常线性而且容易控制 嗯?真的让人不免怀疑 本田真的需要电控吗? 不过我们认为啊 至少ABS是有加分到的 但如果能够关掉 又更棒了 我觉得 因为我可能真的 我应该是太久没有骑这种直式的引擎 所以我对于它一开始 它直式引擎它的 转速跟动力的延续它是很绵密的 可是V4就不是 V4就是空空的 对很像十字曲走会那种 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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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 但它其实速度有上来 但它不会让你觉得 除了速度有上来之外 前轮也有上来吧 對就是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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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 但是它已经它车头已经举起来了 十字的话就会让你觉得 哇它一直都很快 比較有一個衝刺感 對 我就是要說這個 就速度越快 它加速越快 然後它那個聲音也越高 你說到底實際有沒有比較快 其實跟V4也差不多 只是V4給你的感覺就是在不知不覺當中 本田基本上就是人在維持它那種 比較friendly 比較好上手的特性 改的幅度沒有想像中的大 騎起來的差異 真的跟我的差不一樣 它不會有什麼怪癖 即便這一代可能修得有比較 想要再更刁鑽靈活一點 但是至少它的操控還是比較重心的 你要它下去 你還是要給它多一點明確的合重 相形之下不會像上次L7那樣 你到一個角度它自己下去 比較激進一點的設定 Honda就還是要keep它那個 偷偷擋錯 的style 很聽話啦 只是大家很多人會覺得它比較無趣一點 本田好像就是狗狗 對初學者 或者是對一些老手 它要push其他的東西的時候 一個比較中庸的平台 應該是他們比較主要的訴求 我是覺得很好上手啦 就算你沒有騎 因為我一開始 剛騎重車的時候 就是騎本田的那個黑鳥 聽說他們下個月要出新的啦 喔2019版本 220匹馬力 可能這一代改的幅度就是大家不是覺得 特別的棒 對特別的 全彩儀表和LED大燈 校長超愛那個大燈 因為靜燈不再是詭異的獨眼龍了 至於全彩儀表 稍微可惜的是尺寸比無久的還小 更大量的資訊 卻擠在更小的面積裡面 對於校長這種老化也實在不夠友善 儀表版很帥啊 對啊可是我覺得太小了吧 R1不是也這樣 就我之前那一個大顆啊 看起來比較氣派 沒有啦就是 他現在資訊變得比以前更多 對豐富化 但是面積反而縮小 R1好像還預留了一大堆空間 在那邊顯示什麼前後鞠子 加減速然後騎腳 他有那個東西 他有那個 那我去跑賽道我根本沒辦法注意到 我自己到底騎了多少 對阿 只有回去才能看到 喔270 好慢 你就是一定要嘴一下這個就對了 對阿 270就很慢啊 至少應該要220 230吧 還是我太重了 我72公斤 我77公斤 那210 有差啦 有阿 我覺得體重應該有差 如果再減肥一點 譬如說 為什麼要這麼忙 反正他下個月 對阿 就要出新的了 如果沒出怎麼辦 就等他下下個月再出阿 不然呢 我是能控制本田耶 我們下次可能會試636 那台比較新一點 對 現在正式 你喜歡600的嗎 不喜歡 哈哈哈哈 你一定要Cue這個嗎 哈哈哈哈 就公身垂臉阿 我也是阿 我也沒騎過 我騎過那個順神的時候 我覺得這台車怎麼那麼爛 對 然後我就被他骸了 對 所以我根本就不敢試其他的車 他有叫我騎過阿 對 至少三次 我每一次都說不要 我沒有辦法接受 幹這車這麼爛 然後把我還在這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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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討厭 瑪莉才是正義 我們還是靠車牆就好了 對 講那麼多幹嘛 很煩 吹油阿 哈哈哈 好啦 其實這次S777和華山路的小介紹就這樣了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討論 我們不一定回覆你 但是至少會幫你按讚 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們的影片 既然你都看到這裡了 幫我們按個訂閱和開鈴鐺吧 YEAH